工人悄悄打打 加緊施工蓋房 房市又有震撼彈 打炒房条例恐怕要卷土重来 折合议大选之后 政府为了回应年轻人对评议房价的期待 立法院预定在12月19号当周 把攸关预售屋纳管的 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排案出审 若届时内政委员无法取得共识 民进党团还要变更议程 把他抽出来表决 拼在明年1月13号收会前三读通过 被视为是硬要闯关 对市场的交易量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央行选择新信用管制之后 推案的力道明显都比较薄弱 那么在溢价能力上面 也不如大型建商具有优势 可能会出现这种零星个案率先降价 若是平均地权条例修法通过 过度干涉市场之下 价格难以走跌 第一个受害的还是没买房的年轻人 再来对于建商而言 这几年高涨的建筑成本已经是压力山大 如此恐怕更加不利销售 不止中小型建商面临倒闭潮 也不利都更和老屋改建 反而形成建商书年轻人书都更书的三书局面 整个建筑业现在面临到缺工缺料 再加上资金的锻炼 那整个大环境都非常非常的不好 会加速 那么整个景气会变得更坏 现在多数买家都属于刚性的自助需求 炒房客早都已经退场 过度干预恐怕难以让房市更健康 东森财经新闻可谎明叶子晶台北报导